警方在路边拦截到这一黑一白的轿车 白车驾驶被拉下车压制在地 痛得哀哀叫无法动弹 另一辆黑车热裤女驾驶则是她的女友 两人一起从南部北上 却特地开两台车 实在奇怪 警方在白车后车下 送出一包包全部都是毒品 原来情侣党北上不是来玩 而是要来找客户进行毒品交易 一共查获1998包 毒咖啡包市加约38万 而查扣到的这黑白两辆车 则都是租来的 穿着黑色T恤被警方上扣移送 这名26岁的灵性嫌犯 其实原本是名模板工人 因为疫情失业才伙同阳性女友 改行贩毒 变成毒品中牌商 原来这对情侣党平时都在高雄贩毒 通常少量毒品会叫小弟负责交易 但这回在台北有大客户叫货 两人决定亲自到场 过程中他们分租两辆车 有女友负责把风 男友负责交易 但警方也一路从高雄跟车北上 最后在一间素食店前将两人逮货 其实灵性男子原本正模板工的工作 收入就不是很稳定 加上疫情直接失业 意外发现贩毒赚很大 拉着同样无业的女友一起做 但警方早就追踪已久 还从高雄北上跟肩 贩毒鸳鸯还来不及见到大客户 就嫌落网 TVBS新闻王金磊和关艾成小组 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